好 我们继续 在身心的动作时 一切都为了我 都拉来附属于我 最好是多听我的意见 受我的支配 这个就是我见的表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主宰 一切与我做主 一切与我支配 我便是生死的根源 罪恶的根源 老师点出重点了 什么叫我止我见 我们展现在生命中 生活中的展现 自己就可以观察一下 我们一切的身心活动作用 是不是都为了那个我 所有外在的一切条件都把它拉过来 都属于我 最好都是听我的 我能控制 我能支配 这些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我见 所以所谓的我就是想主宰 做主 以我来支配 这个我见就是生死的根源 也是罪恶的根源 这是一语道破的 每一个人只要稍微反省一下 几乎都很容易发掘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在这样的一个见地中 带来的烦恼痛苦 无限啊 最重要就是那个染拙的力量一直存在 那个染拙的力量一直存在 所以我见啊 像一种凝聚的力量 使一切人 是社会 国家 通过我见 而构成关系 集合于一 大家都有这个我见 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执着 就会形成整个什么 社会的关系 众生的个体也是如此 我们老啦 死啦 身心组合破坏啦 但是由于我见与爱的欲求啊 引发以我见为本的善恶业力 诱感的一心的身心组合 这个就在讲重点啊 为什么会生死轮回 这个身体坏了 为什么又会染着一个新的无印身体 因为我们有我见嘛 还有爱染嘛 还有无限的希望存在的欲求 所以我们的善业恶业 有引发的作用啊 带来了我们生死未来的一切因缘 生死死生啊 就一直延续下去了 假使没有我见的集合力 就能解脱生死不断的现象 阿罗汉和佛的善行 并不会成为招感生死的业力 因为圣者已破除我见 通达无我了脱生死 佛陀啊 悟到以后啊 他在人间红华还49年 很多当身取证阿罗汉的 也是一段时间还在人间啊 这个过程中他还是怎么样 有跟万法接触的 还是有什么身体的作用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不会再造业 不会再招感生死的这个业力 不会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圣者们的我直都破了 我见也破了 他通达无我啊 差别就在这里 其实道理讲起来不是很简单吗 只要破除这个我见 破除我们贪爱 破除我们永远希望生存的那个抑郁 不就能逍遥自在的解脱吗 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 我们潜在的那个怪性跟我直啊 有的就受不了 那这样讲 那不是太消极吗 人生的欲望贪爱都没有了 那么对事业对家庭 对这些所谓的感情就淡薄了 那这样生命还有意义吗 我们的惯性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惑出来 哇 学这个话不行 那这样太小级了 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那么我们反过来再反问一下 我们现在这么积极 这么碍然 这么颠倒 这么痛苦 就是生命的意义吗 继续的生死轮回 痛苦不断就是生命的意义吗 佛陀悟道后 他有没有回到人间去创造这一种意义 他是不是49年 过的是清净脱波的生活 他有没有回到人间的欲望中去创造他的事业 什么叫意义呢 我们已经讲了 痛苦 烦恼 生死不断 相续的力量就是这个 然后你说那这样就没意义 好 那你要回到人间的欲望中去 要生死轮回相续 谁也不会反对你 这个确实是自我负责的 自己要负责的 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 尤其是什么 现在环境好一点的 事业做得还不错的 人际关系现在还蛮好的 身体还相当健康的 还没有面对老病死的 他没有看到那些 要面对的另外那一面 还没有碰到 他说今天很好啊 这样有什么不好 消极了生命还有意义吗 我们上次就讲过了 真正你见法的人会消极吗 如果消极的话 佛陀还会在人间红法49年吗 没有自己的欲望 为众生 每天为了脱波就要去红法 多少人来请法 多少人来清静 来问法 他还要指导他吗 这个是消极吗 这个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吗 我们都很直觉的 觉得如果我改变了 我现在这个问题 好像生命就没意义了 只是另外一种意义 比这个更有意义的意义 你没有发觉而已 不是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如果反观 人生就这样子在名利中 到老病死 那一刹那无奈痛苦恐惧 那个就是意义吗 然后未来的生死无边 不知道从哪里去 遥遥无奇 那种茫然 那个就有意义吗 我们人间的无常性 我们没有很深刻的体会 以为现在很不错 这个就是意义 他不知道 无常法则必然会发生的是什么 这些都要变化 都要失去了 难道一定要等到烦恼 痛苦无边 恐惧生死的大恐惧来 那个时候才来发现意义吗 这个就是智慧的问题 有的人未雨愁谬 有的人建了棺材才要流泪 这个就是差别的地方 佛陀他身为王子 将来是一定要当国王的 什么富贵 什么名利 什么恩爱他没有 现成的 他不用劳动就有的 我们一生拼啊拼啊 拼了几生几世 要拼个那个王位有吗 要拼个那样的富贵有吗 我们都拼不到 而人家是什么 是现成的都放弃了 那个叫什么 那我们现在拼的钥匙 要火叫异役吗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自我 我见身重 爱染身重 自以为是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生死的遥遥无奇而已 面对老病死的大恐惧茫然而已 但是佛陀 他的智慧在哪里 他知道这些就是痛苦 生死不断的原因 这些不断 你只有面对生死 就是这么样而言 他也不反对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思维模式 往往在习性中 在惯性中 在贪爱中 从我之中我们不知道 听法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些迷惑 破除我们这些邪见颠倒执着 如果我们听不进去 还是用传统的自我观念 在人生中要去流浪 那所以也没奈何 其实短短的几句话 已经把法的内容 生死的重点 都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 问题就在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 我们愿不愿意去转变自己 就是在这里而已 一般人 都有自我永恒的要求 好像自己是不会死的 就算死到临头 也还要求未来的存在 就是或有爱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身体还好 还年轻的时候 好像死跟我们是无关的 那个老人的事 但是不知道自己也会老 其实真正会死的人 一定是老人吗 不见得 真正活到老死的还是少数 好 实在不得已来面对死亡 怎么办 希望来生好一点 不然就是希望往生到某一个国度去 那里是很幸福自在的 没有痛苦烦恼的地方去 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你有一个永恒 希望存在的抑郁吗 希望那个我永远存在 不会消失吗 那个是什么 本身就是我职而已 那么大家就要注意 我们学法是在破我职得解脱 还是满足我职而得安慰 这个要注意 佛法的究竟就是让你解脱 方便就是让你暂时的安稳 那这个安稳是什么 是方便 注意听 所以我们对法里面的安稳 方便跟究竟解脱 哪里不同 我们也要分清楚 这个要注意的 只要你还有生存的抑郁 希望后面继续存在 这个叫祸有爱 所以死了 就依旧什么 善恶业力去赶果 你今天没有办法 你那个抑郁还在 生存的抑郁还在 主好随着业力而转 看是善业还是恶业 你这一生如果有修 善业 业报很大 善业 福报很大 你可能升天 也可能来生来人间 当富翁 都可能 这个是受报的 但是都是什么 三界中的轮回种子 你今天升到天上去 天上福报是很大的 但是福报进的时候 还是要多 还是在六道中 所以这个不是解脱的 佛法讲的解脱 是超越三界的轮回束缚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涅槃 涅槃是什么 是增见的超越了三界 轮回束缚的 这个我才叫涅槃 不是得福报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好像对于生死解脱 这个概念 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大部分都在求福报 求什么 满足我的欲望 我们现在身体不好的 希望修行怎么样 身体好一点 健康一点 家庭不太圆满的 希望能够家庭圆满一点 事业不太好的 希望经济能改善一点 我们都在求满足这个 这一生不能满足了 那死后希望来生好一点 福报是有的 因为讲因果就有福报 就有业力 善报都有 但是如果恶业比较强 那就到三二道去了 而且一到三二道 时间就非常长了 遥遥无奇 所以我们要知道 佛法的讲超越三界 才叫了生死 不是在三界中 得某一个福报 某一个享福 在那边安乐 不是在讲这个 这个基本也要明白 所以真正的活地址 不求生天 注意听 不是以求生天为满足 因为天报的福报 也会享尽的 总之 此生有业 业有烦恼 烦恼是根本 是我见 我见不破 生死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这个重点要注意 我见破 生死才断 我见不破 你看到谁业报去 谁善业或恶业去 那么涅槃的意义 中国佛教徒 都说学佛是为了了生死 真能了生死 就是得到涅槃才叫了生死 涅槃是印度化 含有否定消散之意 古意做灭度 既意味着某些东西消散了 消除了 又超越了 此外还有自由安乐之意 唐贤障意为圆极 圆就是圆满 应有的一切功德都具足了 就是圆满 即是民己 一切不良的成分都消散了 就是平等 自在安乐的理想境地 消散 某一些东西消失了 其实就是我们的贪嗔 是烦恼 没有 不再起了 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 贪嗔痴 永尽 烦恼 永灭 这个叫涅槃 永灭 永远不会再起来了 这个叫涅槃 我直破了 无名破了 贪爱也断了 贪嗔痴不再起了 生死的轮回因缘也都不再有了 烦恼也涌进了 不再起了 这个才叫涅槃 我们很多人的修行 有时候有一些境界 有一些定静 也会觉得身心很清静 很自在 没有烦恼 问题是 它是暂时性的 还是永远的 这里的涅槃 是永灭 不会再起来的 那个才是 我们有的修定 定力消失了 烦恼还会起的 这个时候没有问题 碰到大的逆境 它也会起 这个都不是 真正的涅槃 是超越了人间一切的执着 碍然 烦恼 都永灭 那个才叫涅槃 所以这个也就是什么 真正的在平等 自在 真正的安乐 这个安乐不是人间快乐 跟痛苦相对的那个乐 是超越了相对的一切这些 而得到的一种平等自在 所以涅槃 可说是印度文明的 共同理想 佛讲涅槃 古代婆罗门教 印度教也讲涅槃 名词是相同 但是内容却是不一样的 我们佛法里面 有一些专有名词 像涅槃 业利 这些并不是我们佛法 专用的而已 佛陀以前他们很多的这些宗教理念就有了 只是佛陀也拿来应用的部分 但是内容佛法加以修正 也就是说 对这种内容的解释不一样 依佛法说 外道 他们的涅槃观 都是不究竟的 是最庸俗的 以物欲享受的满足为涅槃 如有一外道 在饱食之后 拍拍他的肚子说 这个就是涅槃 因为饿 饥饿 也是一种苦 好 我吃饱了 那个苦消失了 他也认为这个是涅槃 苦的消失 那我们佛法讲的是永灭 那你会不会因为这一次吃饱了 以后永远不会饿 不可能的 将来还会饿 所以那种所谓的消失 不是真正的涅槃 所以外道讲的涅槃 是很庸俗的 还有一般印度宗教的涅槃 如呼吸停止 或心念似乎不起 这以为涅槃 其实都不外乎是什么 禅定的境界 外道 这个四禅八定 那个是供法 不是只有佛教才有 其他的宗教也有四禅八定的羞耻 四禅到四禅的时候 身心就急止了 甚至有的脉都停了 呼吸也停止了 那是非常的宁静 那么四空定也是一样的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想处 非想非非想处 在那个地方 连身心都不见了 甚至于到空无边处以上 无想处以上 连意识的形态都几乎是极致的 只是很维系的心念 那个身心的感觉 也是很清静的 也是觉得好像涅槃 但是注意 为什么说好像 因为定力消失的时候 又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那我们一个人 可不可能入定以后永远不出来 永远不出来就死了 好 如果有入定 也有出定 那出定以后 是不是跟入定里面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 那就不出不入了 就不叫入定了 如果出是定 入是定 出就不定 那这种定是不是永恒的 不是 那么就要注意了 外道由于修禅定 也会有感觉涅槃的那种体验 其实那个是不真切的 为什么 那是定力的作用 甚至有人因为修禅定 开发了神通 那就更执着在神通上 更执着有一个能神通变化的我 永远常住的 那个执着更甚 所以佛法讲的涅槃是什么 是不一样 不是在谈这个而已 不是暂时的一种 宁静 安定 自在 不是这个暂时的 而是永恒的 这个就要注意了 这个点到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人 是以为开悟 解脱 有境界 其实很多 其实是在定境中的感觉 或者是因为修禅定 有一些神通 就以为自己解脱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是这样子就涅槃解脱的话 那外道普遍很多多事了 你们现在到印度去还是一样 很多是修禅定 工夫非常好的 他们一打坐马上可以入定 几天不出来都可以的 那这样就是解脱了吗 那这样佛法跟外道的特质 还有差异吗 注意哦 不一样 定力就像什么 拿石头压草 俯而不断 就是说 心意是因为修禅定 心意是会定进去 而不起善动 不起分别 那是因为定力的关系 但是定力一消失的时候 心灵的活动还是起来 那烦恼有没有止息 他那有没有止息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俯而不断是定力 那么佛法的涅槃观是怎么样呢 下面就要讲了 哪里不同 第一 断货则得涅槃 要解脱生死 必要从断烦恼 断烦恼的根本 我见下手 点出一个重点 今天不是把我们的心意是 把它停下来 不要让在外面产生作用 不会起贪爱欲望 但是那个是福啊 把它压下来 让它意识没有功能 但是意识潜在里面的执着 有没有消灭 没有 所以我们佛法点出一个重点 真正要解脱生死 要从断烦恼下手 因为烦恼是资深的功能 好 那你要断烦恼从哪里下手 从我见下手 众生一向在生死中 有生有灭 若了生死而得涅槃 即是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是 灭盘的特性 不在生死轮回的 才是不生不灭 佛弟子修持定慧 渐断烦恼 现身便能体验到 不生不灭的境地 叫做涅槃 这一点也很重要 为什么 不管是佛陀 或者是这些圣地子们的阿罗汉们 他们正涅槃是当生就正的 不是死后的事 这个大家要明白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 以为我们业力深重 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涅槃 不可能解脱的 要靠他力 其他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是误会 真的是误会 真正的解脱者绝对是当生成就的 我们看佛陀的时代 佛陀的涅槃就在人间 他涅槃后还有49年的洪华 他的圣地子们 跟随着佛陀学 照着佛陀的方法 也马上很快就体证到 我们在杂阿罕已经看到就很多 有的在佛陀的身边 比较快的 半个月像舍利佛就证阿罗汉 年纪最小的 小沙咪七岁就证阿罗汉 头脑最笨的舍利盘陀杰 也证阿罗汉 阅历最重的央杰摩罗 也证阿罗汉 所以注意 是单身就能受用体证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问题是你方法对不对 理论对不对 方法对 理论对 其实受用没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 元旗法不是讲 法法之间有它的必然性吗 因是正的 果必然是正的 不是这样子吗 因缘条件具足 怎么会不正呢 如果因果之间没有必然性 那你修怎么修也没有用 或拍文 不修哦 法法之间有它的必然理则 怎么样的因 怎么样的缘 促成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果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能成为阿罗汉 或是解脱的人 一定有必然的理则 你有没有抉择到 这个必然理则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到 社会上整个 所有的宗教去看 几个人在谈解脱 涅槃的 没有 这个法不见 不流行 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寄托在未来 等待救度 靠他力 整个活法之都变了 那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探讨就是这个 这个点出重点了 生死是当生就能取办的 问题是我们不了解它 为什么是这样子 所以导师就点出一个观念 我们要明白 修持定会 渐渐烦恼就断了 现身便能体验到 不生不灭的境地 叫做得涅槃 人不是死了叫涅槃 是解脱了叫涅槃 很多人都说 无常来到的时候 看你怎么办 好像死的时候叫无常 或死的时候叫涅槃 不是 活着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无常的 它是撒那撒那 迁流变化 所以生命的当下就是无常 不是死了叫无常 生命的当下本来就涅槃 本来就无生 只是因为你的不了解真相 产生我直 产生颠倒 产生种种的障碍 你只要了解真相 黑暗打破了 光明清静知道明白 看到真相 当下不再颠倒 不再直走 只是恢复本来而已 那这样的涅槃 是不是遥不可得 不是 是本来就如此 只要不颠倒就是正常 这个如何不颠倒很困难 为什么 无明顾 不了解真相 佛的地址 为什么每一个 那么容易震入涅槃 佛是一个抉择 觉悟真相的人 所以他在指导 隐明隐明 很快你就明 好 现在不是真正觉悟的人 引导大家 虾子 带虾子 永远还是虾子 佛陀的时代 为什么那么容易觉悟 那么容易震内盘 佛陀是一个抉择 他当下的指导 只要照他的方式 大家都很信心 照他的方式 每一个都看到真相 问题是真相是 大家都没有机会 不是 是人人本来就在这里面 不知道而已 那这样是不是机会 就很容易了 所以导师就讲 真正的欠法 悟道 只是还他个本来而已 因为我们的颠倒无知 偏离了本来 才产生很多的造业 烦恼 痛苦 生死 了解真相 不过还他个本来 那这样子 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人人是平等的 人人本来就在清静中 不知道而已 那这样子如果这样解释 是不是大家对涅槃的因缘 就比较能明白了 是不是人人都平等 机会都平等 而且随时都有误入的机会 重点 把握重点 重点明白了 修行不难 我们被错误的观念 把我们影响了 我们一直在颠倒 糊涂 颠倒中 我们没有自觉的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为什么要跟佛学 佛是一个真正的抉择 问题是佛头不在了 我们现在很困难 我们只有依据什么 经典 善知识的指导 经典是究竟法 那我们就很容易受用 善知识是一个明眼人 我们也很容易 问题是我们现在 如何分别叫善知识 如何分别是真正的政见 我们的困难是在这里 好 我们再看讲义 到这里 我见唯本的烦恼断尽 发业的力量也没有 也就不再敢生死果 我见破 烦恼就不会继续制造 烦恼没有 它就没有发 发业 认生的作用就没有 所以生死就不再相许 断烦恼的必要有什么 高超的智慧 自觉到我见消除烦恼不在其 生死永得解脱 这里有一个重点 我们今天学法天文佛法 目的在什么 就是开发我们的正知正见 唯有正知正见 才能带来真正的智慧 什么智慧 了解实相的智慧 这个才叫智慧 叫剥瑞 如果世俗的 世智变充 那个不叫智慧 是了解真理法则 了解诸法实相的 这个叫智慧 这个叫剥瑞 今天如果不听闻正见 不可能带来正法的 也不可能体悟真相 所以知见在前啊 那么我们要得这个知见 从哪里得 当然得听闻 善知识的因缘嘛 多闻熏悉嘛 所以抉择法要 建立之见 是在前面最重要的 所以八正道 第一以正见为先 就在谈这个 我们的思维模式啊 颠倒执着 我见我慢很强 如果照我们的惯性啊 永远拖不出来 但是我们错在何处呢 我们颠倒在何处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听了 正法正见 我们就会反省 哎对哦 我们的思维模式 真的我直升中 真的在颠倒无名中 建立我见很深哦 慢慢了解 知道自己错在何处 你就会怎么样 修正 什么叫正见 什么叫无我 慢慢体会啦 哦从缘起去观察 真的是我不可得 实在 永恒性永不可得 你慢慢也可以体正啊 哎 你的知见就慢慢修正了 正见正确啊 以后的思维模式啊 就正确了 叫正思维嘛 好 有正见 有正思维 那我们的身心行为 就随着正见正思维而行啊 就有正业正命 哎 我们的观念正确了 就有正念了 好 正业都具足了啊 当然就开发正见 正业正见的正念而开发什么 智慧 了解真相 那么这个次第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啊 一定要明白 建法 最重要就是开发智慧 好 真正哪一天智慧明白了 剧组了 自觉到我见消除 烦恼不在一起 自觉两个字要明白 各位 我们自己有贪嗔痴 是不是自己最明白 自己有痛苦烦恼 是不是最明白 当你的贪嗔痴止息了 烦恼真的不起了 谁能明白 只有你最明白 所以一定是自觉的 自己有没有解脱 自己有没有超越 有没有解决我们 心中的困扰 自己最明白 真正解脱的人 必定是什么 自知 自觉啊 我们现在啊 很多人啊 不知道这个重点 啊 求求拜拜 或者是什么 大善之士的 说啊 你解脱了 你就解脱了 说你没问题了 就没问题了 给你加持一下 你就解决了 有这样的道理吗 自己有没有解脱 自己最清楚啊 不要糊涂了 知道吗 自己的会命啊 自己最清楚 你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观念上突破了 你会忽然间发现 奇怪 过去很贪很生气的 最近怎么不会啊 这个就是受用啊 本来很容易颠倒执着的 现在真的就不会啊 跟人家相处 常常斗争的 常常相对的 现在也不会了 为什么 你会发现 你那个贪生是真的就不见了 平常本来要睡不着觉 很烦恼的 现在好像都很好睡 也不会了 真正的修行受用啊 你在自我的观察中 都会发现 所以我们学佛有没有受用 你最清楚 没有办法骗自己 所以我们在学法的人 一定要怎么样 自知自觉啊 如果我们心还不安 贪生是烦恼还不止息 你就一定要很小心 要反省啊 碰到一点事情 习性就起来 自己要反省啊 你听的法 到底有没有真正 深入我们的心 你有没有时时刻刻 真的很觉知 很绝躁 很反省 这个都要注意了 并不因为你今天花了大钱 也不会因为你今天 拜了某一尊大佛 因为你今天拜了某一尊大师 你就问题解决了 不可能的 要明白 这些点点滴滴 都有条件 有因缘 有内容的 最主要的是 我们的知见 有没有真正清静啊 有没有如理的思维 有没有跟法相应 这个才是重要哦 这个自觉两个字 希望大家都注意 很多人都误会了 以为死了才叫涅槃 涅槃的境地 是学人献身所能达到的 献身能得大自在 大解脱的 无奈啊 末世的人啊 很少想献身得涅槃啊 不是跟顿啊 就是不肯精进 多把了生死 看成死后的事 佛教的本意啊 是注重献身体验的 这几个字很重要 要活着的时候 就正得涅槃 所以我常常讲啊 我们现在啊 身体还好 还没有到老病时 面对死亡的程度 我们的年纪啊 也还没有得老人痴呆症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 都不能把握 大家的学历啊 现在也很高 社会的经验 科技的发达 大家水准都很高 都不能把握的话 不能生命中就改善的话 你想死后依靠谁 死后要怎么解决 活着都还超自在我的时候 都不能得受用 死了来谁来帮你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里点出个重点 我们佛教的本意啊 是注重献身体验的 活着的时候 你要把握这个体验的机会 超越的机会 死了怎么改变 死了观念怎么修正 第二 夜静报喜则入涅槃 有人以为啊 佛说重经千万劫 夜历仍不失 就误解了 我们的生死啊 无法了脱 这是不明佛法的因果道理啊 阿罕经确实有这样讲 正见真上则 重经百千劫啊 所有的夜历 确实是不会失掉的 果报也不会失的 好 我们因为听到夜历不失 那我们就认为 夜如果不尽 那我们永远还是要受果报 啊 怎么可能解脱涅槃 所以导师就点出来 这样子的话 对佛法中的所谓因果的道理啊 是不明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导师点出重点 要知道有了夜历 要赶果啊 还要什么 有助缘啊 烦恼就是夜历赶果的要缘 如果灭了烦恼 没有助缘啊 夜历也就无法生果了 故说夜历暴席 则入涅槃啊 这个夜历两个字 不是夜没有啦 只是过去啦 再也不起作用啊 这样子而已 导师就点出重点了 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佛陀的时代 为什么连央洁摩罗都能证阿罗汉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夜暴很重很重 我常常告诉各位 对 我们的惯性都是在夜暴中 对 没有错 问题是我们不明 如果你明白啦 啊 夜暴还是可以解决 杨洁摩罗杀了99个人 差一点就把佛陀倒一百 这个夜历不重吗 够重的吧 他怎么缓 我承问你 他怎么缓 今天问题是他证阿罗汉是事实啊 这个要怎么解释啊 所有的夜 杀夜最重 啊 佛陀就告诉他 你只要把根本的重业啊 这个戒律来讲 杀到阴望久 确定把它断掉了 以后自然不相续 所以他发了大心 从今以后我不再杀 不伤害一切的生命 不伤害一切的所谓有情 大愿啊 决定了 肯定了 他不再造业了 那 用什么来资认这个业力 烦恼就没有 所以他去脱钵啊 出家以后啊 因为大家知道他以前造业很重 每个人看不起他 看到他都会害怕 他脱钵常常脱不到东西的 不但脱不到东西啊 人家拿石头啊 什么丢他 打他 那种日子不好过 但是他就是这样 坚强的 不再起秤心 不再起杀业 依着佛法的证件去观察修行 他也很快就证了阿罗汉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业要怎么进 啊 其实是断烦恼最重要 业力过去了 没有资认 他不会发业 这一点要把握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不管过去业力怎么样 我们就有机会了 才会有信心啊 所以我们不管过去业多重 我常常讲没关系 啊 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补救 怎么样 啊 来断这个烦恼 不再滋认这个业力 你就不会继续的怎么样 相许 那如果无名不破 我见不破 烦恼怎么能断 啊 所以这里讲的法 点点滴滴都有次第 有内容 修行不是盲目的 不是信仰可以解决的 不是拜拜就能解决的 要找到正确的因缘 内容 条件 方法 啊 才能够不盲目啊 所以啊 了脱身实啊 不从苦果的改变上去着力哦 也不是从业力的消熟上去着力哦 而是从烦恼的根本 我见下手哦 这个太重要啊 如果我们连这种内容都分不清楚 我们到底在修什么 不是在果的地方去改变哦 也不是从阴的阅力上去改变哦 而是从烦恼的根本 我见上面去解决 啊 所以 佛法谈 无常 无我 就是从根本上在解决破这个我值嘛 所以说 如果能正无我 烦恼一灭啊 夜种就干枯了 不会起作用 生死的连锁便从此结断了 所以佛陀为什么宣讲三法印 就是要让你体正无我 破我值我见而已啊 这是生死的根本就是我见 那么我见从哪里去见 去哪里去破 从一切法的无常性去观察 就知道我不可得 常不可得 自信不可得 包括生死都不可得 就体正无我 这个都是重点哦 点点滴滴都是相依相远的 这个要明白 得涅槃的时候 有此身体的存在 则饿了还是要吃 冷了还是要穿 虽然身体有苦啊 但不致引起忧愁 懊恼等辛苦 这个叫有余涅槃 所以涅槃还分有余无语啊 问题就在这里 不是死后了才叫涅槃 活着正涅槃的时候 身体还在 那么这个身体在 五蕴六处的功能还在 能还知道能 热还是知道热 饿还是知道饿 知道吗 不会说什么都像木头一样的无知了 不是的 所以身体有病会痛还是知道会痛 只是怎么样 不苦而已 所以连知觉都没有了吗 不是的 所以导师就点出来了 不要执着了 为什么 身体还在叫有余涅槃 我们身心的感觉还是一样 忍乐都知道 饿了也知道 要吃啊 身体的痛啊 还是知道的 只是不会引起内心的苦恼 忧愁 这种心态是不会的 辛苦是没有的 所以这种涅槃叫有余涅槃 到达这个身心的组合完全理善啊 不再引起身的心的肢体 心的苦果 这个叫无余涅槃 这个叫做夜尽报喜则入涅槃 所以当佛陀入灭的时候 叫做无余涅槃 再也没有剩下任何的牵连 好 这个大家了解了 我们再来看 深一层的对涅槃的研究 因为这个涅槃是我们佛法 究竟要达到的 也是我们最终要实践完成的 所以这个内容我们要清楚一点 了解深刻一点 那对于前面因的抉择啊 方法的实践啊 我们才能够很深刻的去明白 第一 运苦勇习之涅槃 唯有甚深的空会 就是无我会 才能破除我见 等到此生的暴体结束或 不再受生死果 就是入涅槃了 也就是生死的永滅了 不会再轮回相续 才叫涅槃 但是这里点出一个重点 你要破除我见 要什么来破除 空会 空是什么 空是诸法实相 了解诸法实相的智慧叫空会 体正空性的智慧叫空会 空性就是诸法实相 能体正空性的智慧 就是空会 唯有不畏的空会 才能破除我见 这个导书点出一个重点 那么要了解 缘起才有空会 不了解缘起 空会就建立不起来 如果往前追溯的话 我们上课那么久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一直谈缘起 缘起就是条件的组合 没有永恒性 不变性 没有单一性 这个就是永恒存在的一个我值 破了这个叫破除我值 不懂缘起 就不懂空会 没有空会就不能破我见 这个都是相依相远的 一般人想 入涅槃要到哪里去呢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涅槃到底是什么 人死了 涅槃到哪里去 如果有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懂涅槃 还有这个问题的 那对涅槃还是门外喊 连个皮毛都不知道 火箭破了才能涅槃 火箭破了的人 还说我问我到哪里去 哪一个我到哪里去 那很好玩的 我们今天想到哪里去 是因为有我 有那个执着 有那个自信件 破了我值 破了我键 入涅槃 一切法永灭 哪里还有一个来去的问题 有一个我在来去的问题 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 证了涅槃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证入涅槃 你怎么论也论不清 涅槃能论吗 涅槃没有办法论的 涅槃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 问题是 我们也没有证过涅槃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我们只能借这些圣玄 古德 佛菩萨们 他们的经验 他们流传下来的这些经论 我们大体的了解 他的一个样样子 其实这些涅槃 唯有清正才能了解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烦恼真的多灭了 叛生生真的不起了 那个我值真的破了 真的清静自在大解脱 这个是活着就能体证的 你体证到你就知道 又不是说不可知 不可说又不可证的 不是 是能知的 能证的 还好是这样子 所以说正的涅槃是什么样子呢 圣经无法推测 也不亦说明 所以经中就比喻说 只能用比喻的啦 形容啦 或者是比喻啦 这样让你去体会而已 冷气消除啦 冰便融化为水 而归于大海 这只是比喻 这如露涅槃一样 这个时候如果问哦 冰到哪里去了 现在那块冰是什么样子 他说这个是多余的细论 冰块 大海里因为气温冷啊 结成冰块 就像我们众生啊 由于执着 产生了我见 产生了个体的这个问题 哪一天 好 你体证到涅槃了 就像那个冰啊 融化 归于大海啦 你还会不会问说 诶 那个冰块到哪里去了 那个冰块个体还存在 你就叫我 那个冰块叫做我 好 现在那个我只破啦 就像那个冰块融化了 到 回到整个大海 本 本个大海里面的 大海里面 整个融成一体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问 那个冰 那个叫我啊 到哪里去了 他说如果你还会这样的问啊 那不是细论吗 那是多余的细论吗 用这种形容 我们就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不会执着在说 诶 我死了 到哪里去 涅槃了 到哪里去 我们以前在上课也好 在演讲也好 啊 讲讲讲 大家听得很欢喜 好 让大家发问 师傅你讲得很好 我们现在都了解了 但是请问 好 你讲的都对 那我们死了 到底要到哪里去 最后的问题还是这一句话 那我们就知道了 前面讲都是白讲了 哈哈哈哈 没有解决问题吧 他还说 我死后到哪里去 那不是一样吗 好 我们休息一下哈 明天 都 没机会 遭送你 感谢观看